大家好,我是Stan 原本让全韩国人民都受到打击 感到惋惜痛心的一台湾沙根 因为韩国政府接二连三的宣布 全民哀悼、葬礼补助、死亡补助等政策后 在韩国网络上掀起了非常激烈的争议 首先是全民哀悼 韩国政府宣布从10月30号到11月5号是国家哀悼期间 而目前为止在韩国只有过两次的国家哀悼期间 第一次是因为北韩的爆弹而导致的 然后就是这次的一台湾沙根 当然对于政府的决定也是有少数网友们是赞成的 但是大部分的网友们表示 这确实是很悲伤的事情 但是需要宣布国家哀悼期间吗 无能的政府 哇,比Channasak还久 这也是越来越惊人 这根本就是人祸 大统领也好,首尔市长也好,总理也好 总该有个人负责吧 没有一句道歉就宣布国家哀悼期间 我不想负责给你们狗出门哀悼期间 好好去伤心吧 是这个意思吧 这是要让金银餐厅商店的人同归于尽吗 本来景气就不好 如果他们破产的话 谁要负责呢 应该就是想尽办法阻止大家示威吧 大部分的网友们都觉得 因为韩国政府不想对这个事件负责任 所以才会赶紧宣布国家哀悼期间转移大家的视线 再来就是韩国政府将以天文未遇的龙山区 定为特别灾难区了 而根据韩国的法律 如果在特别灾难区发生了死亡失踪事件 国家会给每一个人辅助2000万韩币 以及葬礼辅助 当然这个宣布更是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葬礼就算了 什么特别灾难区也太夸张了吧 支持率一直下降 所以就想趁这个机会装好人吧 这确实是很遗憾的事故 但是不能这样使用税金吧 以后韩国人事故离世的话 都要给辅助吗 政府的这种操作 会让我们想要哀悼的心也消失 又不是战争英雄 也不是为了国家牺牲 为什么要用我的税金去辅助为了喝酒完了而死去的人呢 真的一点都不能理解 希望明天开始IDOL们都能开始自己的工作 为什么要为了去万圣节派对遇难的人 要使用国民税金 又给辅助金 又要支援葬礼 为了这些人 IDOL们要取消自己的本业演唱会 遭到几千几百万的损失呢 然后还要挨到五天 为什么要为了去万儿出事故的人 全国民都受害呢 如果IDOL因为开始工作了 就有人骂的话 不觉得更奇怪吗 再强调一次 在韩网也是有赞成政府决定的网友们 但是大部分的网友们都是觉得 一天文事件确实是很让人伤心背痛 但是政府的这些补助有点夸张 所以想问一下华语圈的观众们 国家IDOL期间 葬礼死亡辅助记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